世纪模范父亲陈一雄的大女儿陈丽秀 形容爸爸是面恶心善 严厉的外表下藏着满满父爱 现年77岁的陈一雄虽然只有国小毕业 却培育出高学历的子女 工作到再晚再辛苦 重视子女教育的他也是甘之如頤 他们读书会读书我就很高兴啦 我做到什么时候我都做 很辛苦也做啦 做到很晚也做 爸爸呢其实他是一个面恶心善的人 但是他的行为啊 他的就是说从小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对我们小孩的关心跟照顾 奖状奖杯跟匾额家中摆满满 述说陈英雄投身公益30年的故事 曾担任五福狮子会 陈姓宗庆会的会长 拼命工作赚钱之余 回馈社会也是不遗余力 要付出的都没有关系啦 我都尽量我现在年轻会赚钱嘛 就尽量又回馈社会啦 有参加了很多 例如私职会啊 陈姓中心会这些 他还担任会长 然后带头 带领这些会员们 然后一起做公益 问起得到模范父亲的心得 陈姓兄说很开心 或者如此 孙子放榜考到清华大学 对他来说更是爽喜临门 记者梁安静牛民学院采访报导 对他来说更是爽喜临门